大家好 歡迎收看 假情投資 台股從高點 跌到上禮拜二低點10257 六個假日跌掉了407點 我說那個急殺趕底 當然是一個很好布局的時機點 因為從去年度的下半年開始 台股只要每次回檔 350點以上 你來跟我布局都有利可圖 你自己看一下 從去年度的下半年 每次只要大跌350點以上 你敢跟我逢低成績的 都會過前波高 這次殺到10257 跌了407點 我說看馬不變 彎腰減鑽石布局的17點 當上禮拜 還掌兩天之後上禮拜四 我又怎麼跟你預估 未來台股的行情 我說這個盤我希望它再殺一次 回測前波的低檔或是本波的低點 那將是一個再度介入17點 上禮拜四講完之後 禮拜五多麼漂亮的一個回測買點 回測10257沒有跌破 差16點嘛 收繳直跌 又是再度介入了17點 所以我在上個禮拜二以及禮拜五 我是不是買了很多檔股票 買哪一個類股 中小型的電子股 對不對 有沒有讓你印證 你所看到這禮拜的一個 中小型的電子股的指數 表現怎麼樣 你自己看一下 這禮拜一上貴的中小型的一個指數 領先大盤創新高 大盤的一個所謂的電子類股指數 上市的電子類股指數 是禮拜二領先大盤過月線 是不是 大盤的指數是昨天禮拜四 才站上月線 所以你所看到的是 不管是上市的電子股 還是上貴的中小型的一個電子股 它領先大盤往上走高 這就是我這次佈局的中心 所以今天台股來到 所謂的10557 10257到10557 剛好漲了300點 漲了300點 我今天有賣了一些個股 股票的操作就是低檔買 高檔出馬 我會做給你看 我會做給你看 所以整一個亞光的操作 再來回顧一下 如何創造一倍以上利潤 同一檔股票 你看一下亞光 9月11號 創新高來到143 我138賣 兩趟82% 當天138的賣點 我有沒有跟你對時對價 保證一定賣得掉 亞光當天賣掉之後 我對他的後事的分析 我怎麼規劃的 我說除非他整理夠久 或是他跌夠深 我才會做接回的動作 你當時候有看我情報的 你應該不會隨意的亂出手 這一天138賣掉之後 我不會在A波修正 做一個強反彈的動作 我是等到A B C波修正滿足點到了 又來到這根紅K棒之聲 我才出手做機會 所以行情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那個準備動作就是你要看得懂 你要知道一檔股票的高低點 轉折在哪裡 所以138的亞光賣掉之後 等了兩個比拜 上禮拜跌到107.5 跌越深又有機會 我不是講過嗎 除非他跌夠深 我才會做機會 禮拜跟你預告 禮拜告訴你 機會來了要會把握 你有沒有把握 你有把握禮拜二這通Call訊 你就接得到 來到8月28的紅K支撐 106附近接回亞光 標準的回撤支撐的買點 在上禮拜二 所以上禮拜二 我說過了 那是一個彎腰減鑽石的時機 亞光前兩趟的操作 82% 這一趟你不想接嗎 你不想接嗎 當天最低104 8月28的紅K支撐 一樣是104 1塊錢不差 多頭個股回撤支撐 當然要站在買幫 所以138賣掉了 106接回 差了32塊錢 10張是不是差了32萬 做接回隔天 你就看到盤中亮燈 亮燈之後上禮拜四 我有短賣一趟 因為我上禮拜四告訴你 盤會在壓回 所以整個亞光 短賣是讓會員多 創造一次的利潤 重點是禮拜五 對 亞光110低接接回 這我在上禮拜很斬釘截鐵 市場上很悲觀的紅池 告訴你踩低接的模式 買什麼 買中小型的電子股 亞光當然是電子股 所以上禮拜二禮拜五真的很重要 不管是106接的亞光 還是110低接的亞光 所給你的是三成以上利潤 因為接下來亞光開始漲 禮拜五收11.5 禮拜六漲112.5 這禮拜又來到116 禮拜二開始亮燈了 還沒有漲停買以前 我上禮拜已經接回了 禮拜四再度亮燈 從106到昨天這樣32% 所以連同上次82% 三趟已經超過114%了 昨天我給你的策略是 亞光最快今天就會賣 最慢下個禮拜我會賣 這個昨天禮拜四 我對於亞光的一個賣點 先給同廟的一個預備動作 我上禮拜要接回亞光 我給你做預告 這次的亞光要賣 我昨天一樣斬釘截鐵的 公開我的一個預備動作 希望同廟就是說 千好是那麼公開 我要買賣的一檔個股的一個價位 你就要好好的把握 把握下一檔 所以今天亞光我會不會賣 今天亞光我會不會賣 來看一下今天的口訊 為什麼要賣 9點11分 亞光昨天融資大增 昨天融資大增的5000多張 我說昨天的一個 掌金板137.5的位置 你下去追的 你沒什麼利潤了 你已經無利可圖了你知道嗎 果不其然 當他二度亮燈之後 昨天5000多張 這5000多張融資當然是散戶 大戶的一個資金不會在高檔 去追股票 知道我的意思嗎 所以因為昨天融資大增 所以我認為亞光沒辦法過高 沒辦法過前波的高 所以今天139附近賣 當週家衛139.5 你去對時對價 139保證已經賣得掉 一定賣得掉 因為今天盤中還拉高到142.5 我找盤我就先賣了 圍盤138 今天亞光 從容不迫地下車 從106到139 35% 連同前面兩波段82% 三趟的一個報酬率 大概是117% 你所看到的是一檔股票 如何進如何出 完整的操作流程 你看其他節目看得到嗎 你看到其他很多的節目 應該每天都是 跟你介紹大漲漲一萬股票 該不是 他們有沒有告訴你 他們會員的買點跟賣點在哪裡 股票的操作 就是一買一賣決定你的輸贏 有買當然要有賣 不是每天天花亂墜 都把電腦上大漲漲 漲漲的股票拿出來分析 那就可以當分析師 分析師的義務 就是要每一次的代進代出 這個流程的抗訊 很清楚 對不對 106接回的上禮拜二 今天賣出的139 我沒有在跟你托泥帶水 就這樣一買一賣 是不是大概35% 沒有錯吧 所以我今天是按規劃執行 我重新給你預告的賣 賣 有沒有 咱們拜習 我說最快的 亞光明天我就會賣了 我今天就賣 咱們是不是說我的皮膚 所以贏家三部曲 我不曉得頭沒有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 這樣的一個境界 規劃行情之後 會給你做預告 接下來會執行 最終結果獲利下車 所以亞光的買跟賣 我都給你做預告 我有沒有執行 買點106 賣點139 所以一檔股票的一個架構 低檔要會買高檔要會出嘛 這是投票朗朗上口的一個操盤的結束嘛 但是你們老師做得到嗎 我做給你看 所以昨天的融資竟然大增了 5731張 爆增 很多人去追這根紅黑棒 為什麼106 100億我再買的時候 你不跟呢 這樣成本差了二三十塊錢 你就是那麼喜歡追高 追高你會是贏家嗎 通常不會 所以整個操作的一個層面 今天台股 從低檔1025出 漲到今天 大概漲了300點 該賣的個股 我一定會賣 今天亞光賣掉的資金 可以買什麼股票 買一檔非常肌肉性的個股 這檔股票已經整理三個月 他賺你股本 最新的9月營收 臨時要率高達16% 這邊我都在佈局 這檔股票 我從9月25號告訴你 融資低 籌碼穩 9月28號提醒你這檔股票 外資持續性的買超 也就是說融資的一個 散負的餘額 都被外資吸納走了 所以這邊都是到 到今天 都是我低檔佈局的一個時機點 佈局完當然要等上漲 股價沒有動 我邀請你上車 你就跟緊一點 低檔當然是低風險 報酬率請老師負責帶給你 揮鋼 禮拜二中秋節放假之前 我說我還沒有出 當天他股價跌1塊2 跌啊 告訴你還沒出 這叫做破例 這叫做實例 禮拜四 圍鋼有沒有漲 今天圍鋼大漲 預計下週要結會嗎 所以我今天圍鋼賣 今天有大力多耶 圍鋼我今天87再賣一趟 這檔股票我從6月份開始操作 015 我沒有一趟讓會員賠錢 我沒有一趟讓會員賠錢 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從6月份開始操作的流程 很精采 6月23號 圍鋼 有機會賺一股本 本益比不到8倍 當時候股價74.6 本益比7倍多 27號告訴你有機會噴出 6月18號看法不變 有機會噴出 我參加他的一個除息 4塊錢 他完全填息 填息完之後有沒有噴出 噴出來到7月17號的82.4 前波高有壓 往上減碼 82.4要賣 所以6月份的一個操作 對 就這麼一大趟 這邊到這邊 不僅賺了所謂的一個股息 還賺了一個波段價差 很精采 82.4賣掉之後 打到9月13號78 威剛買回 這位置買在78做些微動作 然後來到9月21號88.3減碼一半 這一趟又賺到了 解碼完之後股價有沒有打下來 有沒有掉下來 掉到9月26號剩80.2 你高點沒有賣的不用殺低了 80.2當然可以做接回 沒有接回也沒關係 至少彈高跟我一起賣 是不是 所以9月28號85.1再賣 這一天 很精采吧 當天為什麼要賣 因為有大利多 我秤利多在調節股票 還記得吧 這上禮拜四的事情 不管是美光說記憶體 今天底多去貨 或是說威剛的動作 親自在搶貨 這麼大利多 我選擇站在賣方 有沒有賣對 賣完之後 隔天就掉下來了 上禮拜五 威剛82.1接回 又是禮拜五 所以我上禮拜五 多是買股票的時期 我對大盤的規劃 以及給你策略 會落實在 會員的個股操作過程 所以 85.1賣掉的威剛 82.1接回 沒有錯吧 上禮拜五 大買股票的時期 買完之後 禮拜六威剛漲 禮拜一威剛又上去漲 禮拜二跌1塊2的威剛 沒有出 你認為親老師 值不值得你來依靠 我給你購好嗎 別人有這種材料 股票在下跟你說還沒出 重要是它有沒有再漲上去 如果獎沒有出後來是掉下去 這樣稍微會落差 所以禮拜五獎沒有出之後 放個中秋節之後 禮拜四 昨天 漲了 今天禮拜五威剛為什麼要賣 公布9月營收的大利多 公布9月營收的大利多 你自己看一下 今天禮拜五的利多消息 威剛9月營收 寫下47個月的新高 跟上個禮拜四的利多消息 如出於側 你看到利多 你有沒有覺得 威剛不追 對不起自己 親老師 反市場 反市場 看到利多9.21分 告訴會員 87附近再賣出一趟 當時候家衛 9.21分 股價幾塊錢 87.2 你去對時對價 87一定賣得掉 一定賣得掉 這邊都87以上 尾盤掉到86.1 預計下週結會 從6月份到現在 我沒有一趟有失誤 每一趟都讓會員賺錢 大波小波而已 所以完勝 零失誤 哪一位分析師敢這樣 在電視當中 告訴他們會員的一個操作 這檔股票是普通會員的持股 普通會員的人數最多 所以威剛 一萬多張 大家好出 當然又好賺 所以對於一檔股票的 基本面的堅持 所帶給會員的 威剛的操作模式 其實很簡單 怎麼簡單 因為他今年度有機會賺你股本 今天最高漲到88 其實本益比還是不高 八倍多而已 就是因為他基本面 是如此的漂亮 股價回測低點 你要敢跟我買 看到利多消息跟我賣 這樣就可以了 講是不是很簡單 只是說當下 他在落的時候你咬不下 他在起的時候有利多你咬不下 差就差在這一點而已 所以整個威剛的一個操作的模式 我都可以讓我們的普通會員 每一趟都累積可觀的財富 對不對 你覺得呢 你現在來找慶同老師合作 未來破斷行情 我有沒有機會 繼續延續會員的一個戰國 所以今天所提供給你的 分期的付款優惠計畫 今天是最後一天 政治決案 感謝這兩個禮拜 很多觀眾朋友的支持 謝謝你們的支持 慶老老師可以回饋給你的 就是以後我會把漂亮績效 呈現在你面前 這次的分期的一個計畫 當然主要是為了降低 投票的負擔 你應該可以感受 慶老老師的一個誠意 我叫公司先退一步 所以你要勇敢的跨出那一步 伸出你的雙手 慶老老師一定負責拉你一把 你一把 我一把 感情比較不散 大家早上來賺錢 今天首推 而且是唯一一次的 分期付款優惠計畫 今天是最後一天 錯過這一天 你真的要再等一年 個人一點點小小的心意 再加碼贈送你一份 中秋節的最佳的縣儀 自己好好把握一下 休息一下 再回到前面一個現場 穩健操作 是全市場最實在 最誠信的分析師 新人蔡老師 是您賺錢的開端 塑膠專線 0227525868 27525868 全都保護三大保證 第一保證正派經營 絕不和公司派大股東主力作手 勾結坑沙散戶 第二保證誠信為本 以績效誠信為公司營運主軸 第三保證 貸經一定貸出 精選持股持股集中 保證貸經一定貸出 成通董戶 擁有股票 期貨 雙制兆 帶您領先動輸市場 穩健過力 股網福利 成通董戶 值得托付 贏了2752 5868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可獲得20年操盤經驗的 精心著作 价值行投資操盤心法 擺色金裝版 簡單易懂又實用 想自己成為操盤手的最佳力氣 逸出在手 受用無窮 必須不打入匯村線 明兒2752 5868 2752 5868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生意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取決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這片刻的冥寂 求死有online 鵝排氣密窗 遠雄左岸 五萬七千坪水岸智慧灶燈 遠雄左岸橋 串連一千三百公頃河濱門景 超越二十二座大岸森林公園 全球第一 台灣唯一 遠雄左岸 遠雄左岸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今天賣出了威剛 也賣出了亞光 我昨天賣掉了嘉哲 因為已經連續彈生了八天 195先賣出一趟 這場嘉哲在9月27號 回這季線這要支撐性的買點 營收新高 多多股票 來到支撐要敢買 9月27號嘉哲買在180 買完之後盤中差一點亮燈 漂亮 28號 抗跌 這禮拜漲到197.5 我在昨天 為什麼要賣 彈生了八天的嘉哲 就賣 八天是一個短波的轉折 2468嘛 昨天啊 對 量又不太夠嘛 所以昨天一個9.55分的嘉哲 彈生八天 195附近賣出 9.55分嘉哲股價幾塊錢 195.5 你去對價 昨天195保證一定成交 一定賣得掉啊 那賣掉嘉哲 今天 他回檔 回檔來到186 差了9塊錢 所以昨天賣點 五色嗎 五色嗎 賣掉的嘉哲 今天打到186 有機會 有機會 基本面不錯的一檔個股 他如果敢來到支撐 我就會帶你買 所以這檔大與支也是一樣 之前 他是從200多塊錢一路的跌下來 跌太深了 最高是264.5嗎 跌那麼深啊 這邊是在整理 這邊是在打底 結果路頭銀之前 他要漲到264.5之前 也是打底了一陣子嘛 然後再衝出去嘛 所以當他下跌來到71.2之後的一個 打底過程當中 我是在8月24號開始做進場 因為我認為勝算相當大 因為他油虧轉盈 他是一檔大轉機的個股 手油的一個市占率 在大陸那一邊 做得相當漂亮 大陸市場讓他業績 本來是虧錢的公司 變成賺錢的公司 在多頭行情 油虧轉盈的公司 有時候他的股價具有爆發力 你看一下郁金光 是一檔油虧轉盈的平概股 股價漲得快10倍 所以我認為這檔大與支 他也有機會 8月24號他是不是在低檔 8天轉折向上 融資低 籌碼穩 當天告訴會員 市價買 而且是改價 為什麼要改 當時候低檔掛價沒有成交 後來沒辦法拉上去的 直接改市價買 市價的位置大概85.4 你去對時對價 一定買得到 我不會在這邊最低點畫個圈圈 寫個買 這件事我做不出來 會員也在看我的節目 跟我對時對價 所以8月24號大一支 就是買在85.4 隔天很棒 出現4000多張的新天亮 說85.8 我說有量就價 有量就價 我等了一個多月 我認為這個等待是有價值的 就如同剛才你所看到 他要噴出去之前 他也是橫向整理一段時間 所以這次我願意花時間等 畢竟我不是那一位分析師 告訴你們買在260的 不一樣 我是8月24號買在85.4 對 差了100多塊錢 所以只能一個大魚之 這禮拜開始亮燈 當天亮燈為什麼沒有加碼 因為我在觀察 畢竟等了一個多月 第一天漲停板 如果他表現不是很漂亮 搞不好我當天就會出 所以我當天是觀察沒有做動作 直到禮拜二 他出現5000多張的新天亮 我心裡有個底 量先價行概念 這次應該會來真的 所以來到禮拜四 又5000多張的攻擊量 所以禮拜四95確定會上再買 連續兩天的大量攻擊 所以昨天禮拜四95再買 買完之後盤中來到98.4 今天大魚之 漂亮喔 最高101喔 這次的攻擊角度很漂亮 知道嗎 已經來到101了 這檔股票本來要播 8月24號VCR 不過我認為時間有點久了 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如果我把會員的call訊 拿出來跟你對價 以及會員的傳真稿 對 上禮拜六嘛 9月30號嘛 這禮拜掌停板嘛 9月30號 還沒有亮燈掌停板啊 特別會員的傳真稿 有沒有大魚之 看到第三季啊 如果這樣一個講法 你都不相信 我也愛莫能助 所以一黨價值型投資概念個股 如何創造波段行情 你需要進行老師來幫忙的地方 不要客氣 今天首推 唯一就這麼一次的 分期付款優位計畫 今天政治結案 最後一天 你一碗 我一碗 感情 比較不算嘛 你有需要的大步一點 比較大步一點 伸出你的雙手 幸好是負責拉你一把 大家這位來探集 我個人在加碼贈送一份 中秋節的最佳的神秘獻泥 你有需要的 自己打電話 進來 明天見 本國庫公司 與所推薦分切之刻 也有價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致基校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盡評估 承認評估 並自負 考溫 無知風險 嘗試解析 隨算隨看 真方便啊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不關系 跟你安賴在一起 2752-5868 提前洞行市場 穩健過力 古往福利 陳東豆腐 值得托付 082752-5868 現在加入蔡老師行列 即可…